2005年《情歌王子》这首《一万个理由》一行推出就大受欢迎 那个年代体现一首歌的受欢迎程度 就是看人们把它当作手机彩铃的次数多不多 而《一万个理由》是当年当之不愧的彩铃榜第一名 下载次数高达一亿两千万次 2005年的中国首席用户大概是在3.5亿人 也就是说平均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使用的手机彩铃是郑元唱的一万个理由 这也让郑元获得了最畅销男歌手奖 最畅销专辑奖 最畅销金曲奖 成为首位三角合一的男艺人 当年春晚也邀请过郑元去参加过演出 但是被郑元给拒绝了 拒绝春晚邀请之后的郑元也开始从娱乐圈淡出 人们渐渐失去了他的消息 很多郑元的歌迷就十分不理解 为什么要在事业的巅峰时期离开娱乐圈呢 其实啊 原因很简单 因为郑元生病了 为了好好调理身体 郑元选择了在巅峰时期淡出娱乐圈 2014年 重新复出的郑元 又出现在了各大房地产开业现场和夜店进行商业演出 许多歌迷朋友在看了郑元的演出以后都说 36岁的他已经开始中年发福 歌声也不如当年清澈了 整个人和当年英俊潇洒的情歌王子可以说是叛入了人了 此情此景也是让歌迷们为郑元唏嘘不已 如今七年过去了 郑元的生活又变成什么样了呢 1982年11月 郑元出生在广东省阳江市 郑家有四个孩子 郑元是最小的那个 郑元一家是当地有名的文艺史家 爷爷是非常优秀的乐剧表演艺术家 爸爸小时候也是跟着爷爷学习乐剧 但是长大后成了一名商人 为了弥补爸爸没有继承爷爷乐剧事业的遗憾 爷爷从小就教郑家兄妹四人学习乐剧 除了学习乐剧唱腔外 还教他们拉二胡和高胡 在爷爷的影响下 郑元对音乐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五岁开始就去参加专业的乐器培训 学习钢琴吉他架次鼓等 还让爸爸给他又请了一名声乐老师 学习交流歌曲的演唱 而爷爷对于郑元的选择没有阻止 反而是鼓励郑元一定要好好学 无论是乐剧还是流行音乐 都有他们的优秀之处 有天赋又努力的郑元 在小学毕业的时候就以优异的成绩 跑上了星海音乐学院的附中 在附中读书时 郑元还成立了自己的乐队 自由人乐队 1996年 14岁的郑元还开了自己人生当中的 第一场演唱会 成为了广州地区有名的小明星 按照正常顺序发展下去 郑元从星海音乐学院的附中毕业后 就可以继续进入其他音乐学院深造 可天又不色风云 郑元的父亲因为生意投资失败破产了 家里没有钱供郑元继续读书了 为了能够继续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 1998年 16岁的郑元从学校离开后 就去了歌舞厅做助唱 在歌舞厅助唱了半年的郑元 虽然在音乐上没有什么进步 但是好歹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了 可是有一天 郑元和老板发生了矛盾 年轻的郑元不懂得隐藏自己的情绪 直接指着老板破口大骂 骂完以后的郑元也变成了无业人员 没了工作收入的郑元 只能流浪街头 因为他之前助唱赚的钱 除了吃饭之外 都被他买成了乐器 好在唱歌是郑元爱以生存的一技之长 在朋友的介绍下 郑元去了一家新的歌舞厅助唱 刚开始 老板给郑元开的价格是一晚上200元 但郑元说 一晚上我要1000 您可以看完了我的表演以后 决定给不给我这个钱 当天晚上 舞台上的郑元 一个人模仿了十几位歌手 排下所有的观众都把手拍到了发红 之后的郑元 成为了这家歌舞厅的台柱子 但郑元为了追求自己音乐事业的发展 在这家歌厅铸唱了不到半年 就去了北京 在北京的郑元 为了能够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 开始自己掏钱 找人给自己做专辑 可专辑才做到一半 追求高品质的郑元 就花光了手里所有的钱 为了能够继续做专辑 郑元搬到了北京的地下室 白天在家为新专辑编曲 晚上就出门在路上卖唱 可卖唱赚的钱 对于专辑来说完全是杯水车薪 一心追求音乐的郑元 过上了吃了上顿没了下顿的生活 在北京活不下去的郑元 选择了和朋友一起去杭州发展 去了杭州的郑元 选择重新回归老本行 去歌厅助唱 也是因为在歌厅助唱 郑元认识了当时在杭州 做歌手的旁龙李玉刚等人 和他们结下了共患难 同富贵的友情 杭州助唱的郑元 凭借着清澈的嗓音 俊朗的外表 成为了有名的情歌王子 只要当晚有郑元唱歌的时间 粉丝们一定是早早的相好位置 那时的郑元 就是不折不扣的流量小鲜肉 许多外地的知名歌手 听了他的名声以后 也是专程做飞溪到杭州 来听他唱歌 2003年 在外地做了五年铸唱歌手的郑元 回到了老家广州 也是在这一年 郑元签约了孔雀唱片公司 2005年 郑元在公司的帮助下 推出了自己首张个人专辑 专辑中收录的歌曲 一万个理由 一行推出就火遍全国 一亿两千万次的彩铃下载 让郑元的名字 跟着这首歌 一起在全国都变得家喻户晓 凭借这首歌 郑元成为了2005年的年度新人 2006年 又成为了最受欢迎歌手 2007年 更是获得了最畅销男歌手奖 最畅销专辑奖 最畅销金曲奖 这一首歌 除了让郑元功成名就外 还为郑元带来了最低两个亿的收入 那时的郑元 也是从杭州地区的秦歌王子 变成了全国的秦歌王子 春晚也向秦歌王子抛出了橄榄枝 按理说 参加春晚的机会 是每一个艺人都求之不得的机会 虽然春晚没有任何演出费 可是上一次春晚 就相当于是在全世界的华人面前亮相一次 这对于个人事业的发展 有着非常巨大的帮助 可面对春晚的邀请 郑元选择了拒绝 因为当时正处在巅峰时期的他 频繁地参加各种节目和表演 有的时候一天要坐飞机连续去三个不同的地方演出 在这种超高强度工作的压力下 郑元的身体被累垮了 经常因为各种毛病住院治疗 为了自己身体健康着想 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又赚够了钱的郑元选择淡出娱乐圈 淡出期间的郑元 除了每天好好休息保养身体外 还秘密携了婚 2013年 我是歌手第一系开播 在开播前还邀请过郑元参加 可当时的郑元觉得 自己已经是一个功成名秀的老将了 现在再出去参加一个歌唱比赛付出 还要让别人点评自己 有点不太合适 于是拒绝了节目组的邀请 2014年 一直喜欢音乐的郑元选择了付出 可娱乐圈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地方 一代一代总有新人 有了新人忘了旧人 这时的郑元早已没了名气 当年的粉丝也早已成家立业 不会再出来追星 为了能继续唱歌 郑元开始参加各种商业演出 频繁地外出走穴 在各个房地产商的开业典里 和夜店的演出现场 都能够看到郑元的身影 有人说郑元是晚景凄凉 可对于郑元来说 只要能够继续唱歌 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克服的 2015年的郑元 还凭借自己高超的音乐实力 被北京戏曲学院 聘请为音乐学院教授 还成为了该校建校以来 最年轻的教授 如今的郑元 还在继续坚持着音乐创作 每年都会推出自己的新歌 但现在他的新歌 除了讲述男女感情之外 还会关心祖国的下一代 对于自己的家庭生活 郑元一直都十分保密 只是在2020年的时候 发公告说 网上传播的 他和他爱人的照片 都是假的 以后有机会会公开的 希望大家不要乱造谣 现在的他 除了继续歌唱事业外 还成为了全国清廉的常委委员 对郑元来说 在哪唱歌不重要 粉丝有多少不重要 只要能继续唱歌就好 对我们每个人的事业来说 也是一样 到底赚多少钱 不是最重要的 收获多大的名气 也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找到一个自己喜欢 并且愿意为之 奋斗终身的事业 毕竟人生苦短 让自己快乐地活着 最重要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